乘着破冰船一路前进 眼前映入壮阔的冰川美景 成群的企鹅在雪地上奔走 这还不够震撼 旅行这瞄准高端客群 推出顶级的南极19天邮轮之旅 搭乘六星级邮轮 入住至少十平大的全景套房 每一间都有私人阳台 独享整片海洋 餐厅酒吧 スパ池 泳池 应有尽有 豪华度假体验 不含机票自费行程 一般舱只要65万起跳 总统套房还要价150万 很多是上市上柜的公司的 那甚至有些是 建设公司的一些老板 世界各地大概都已经走过 用最舒适的方式去南极旅游 大概已经有七成了 超奢华行程中 可以选择自费搭直升机 从空中俯瞰整个南极 或是搭八人座的潜水艇 从海底一窥冰山的美丽 真正以陆海空三种方式游南极 不少贵妇富豪慕名而来 因为额外的要价也不便宜 大概一个人费用 大概都要差不多 两万多块三万台币 顶集团采包船方式 全团都是台湾人 限额186名 更有旅行社推出 30天南极Longestate 每人旅费破百万 要价126万元起 一次登上南极的三个岛 而且可以指导 国王企鹅的这个大本营 医生退休的族群 跟所谓的企业主 平均的年龄层 大概是在40岁以上 想踏上最后一块净土 保揽南极风光 恐怕口袋也要够深才行 记者李希腺费 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李毅玄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